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宣布 在钻石公主号邮轮新一批接受检测的681人中 有88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目前该邮轮上确诊感染者总数已达542人 日方表示对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所有乘客 已经做完了病毒检测 未感染者将会从19号起开始 可以下船 感染者将会被送医院接受治疗 韩国方面今天派出专机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准备接回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韩国公民及其家属